动漫民的热情已疯狂 即使疫情当前也挡不住 4号开幕的台北国际动漫节 10点不到 什么一管外头就已经挤满牌的人潮 不过动漫民素质都相当高 不止口罩大军画面重现 在入口处也配合实名制 凉额温相当有秩序 去年也都是像今年一样 口罩要戴好 然后要凉额温 然后还有喷酒精 而且每一个出版社都会这样做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 就是有待认真的做 这件事情 你看连那个持民制都有了 他们做的防疫其实蛮好的 今天台北国际动漫节 尽管尖端东立台湾角川 这会因为防疫决定退出 但仍吸引近60家 约420个摊位 联手打造一场爱动漫嘉年华 总管单位中华动漫出版 同业协金会秘书长高石春也强调 活动期间所有防疫测试 都遵照指挥中心的指示 甚至还超前部署 如果依规定是没有戴口罩下 要保持社交距离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其实 即使戴口罩也保持社交距离 再来 人流量呢 我们下降到6000 有出才有进 再来 第二种保障 我们所有的餐产厂商 他的摊位也做人流控管 还有他们的排队距离也拉长 很高兴 台湾喜欢动漫的年轻人的数值非常高 今年动漫节因为最近的鬼灭之院动画电影在台湾大卖 现场有不少动漫迷都来抢购周边商品 他的剧情很棒 然后画风也很棒 就是特效跟剧情 然后都做得不错 其他包括晋级的巨人 咒术回战等 也都吸引大牌人龙 要把独家优惠商品带回家 今年因为适逢日本 在一一大地震10周年 当年台湾社会各界踊跃升出元首 日台交流协会特别在今年的台北国际动漫节 展示了日本100多位漫画家的感谢清明版 以及多部日本漫画人籍作品 以复制化形式在展览中展出 表达对台湾满满的感谢 这样我们的记者正常人张昭伦 台北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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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